那接下來我想有三點要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 釐清跟再次報告的 第一個這個手板就是我們所有的 今年統計進來的進口雞蛋的 邊境查案情形 統計到8月底 那序號1到3這三個國家 不是專案輸入的 他平常就有在輸入台灣的 那序號4到9就是 跟工業部合作的專案進口雞蛋的6個國家 巴西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 土耳其 這個就是專案輸入了 那再一次強調 所有專案進口的雞蛋食藥署在邊境 都是百分之百逐批抽驗 合格以後才會 這個進入到台灣的後市場 所以 如果國內有這個進口雞蛋在流通 國人不用擔心 邊境我們都百分之百逐批查驗 就是第一點 第二點 在我們跟衛生局合作的 所有的後市場 雞查專案裡面 不管是標示查核或是動物量檢驗 現在在進行 我們目前沒有發現 有這個 進口的雞蛋 預期品流入食品鏈的情形 目前回報都還沒有 也就是說 目前 雖然有標示不合格的產品 包括可能 之前在通路上有標示 的日期 有效期限沒有依照輸入果的許可 通知書上面的日期 但是這些產品都還是沒有預期 OK 都還在效期內 所以 要講的是 標示 不實的案件都會依法來採處 但是產品在食安法的規範本來就是可以 限期改正就是把標示改正以後還是可以 再回到食品鏈的 直播